全世界 我跟他很 不要講全世界啦 未來的世界 真的是北京說了算的世界 我對這個說法比較保留 前金管會主委施俊吉 我覺得他今天講了一句話 他說 不想被主手的青蛙現在跳出來了 這個新龍 好 來 立法院是王金平的 對不對 對 現在就讓這個孩子林輝帆跟陳偉頂贈去 對 所以兩個都PK 在打雷台 打雷台 馬英九拿著一把小刀 金色的小刀 在後面加油 他也要射林輝帆 對 他先射王金平的腳踩喔 沒有啦 如果王金平要出交的時候 不好意思 王金平實在不是故意的 他這樣把他撐住的時候 一個拐子打到馬英九 叫馬英九說 打頭筋 這個 這個辦法很專神喔 我覺得這個 不是我告訴你 這就是人喔 站錯位置就會這樣 我覺得一張好的圖畫有時候真的勝過千言萬語 你這樣解釋王金平 馬英九真的要怪他 王金平說沒有啊 我真正是要打頭筋 就唱歌了 先後面 想說你要站後面 不是嘛 你就站不住 你站那邊 國會自製 你站得比較遠 沒有你的事 沒有 你擂台下加油就好了 國會自製你就站遠一點嘛 對 目的就是這樣 王氏 所以後來你們看王金平進來之後 那你們這個徹底的開始討論 所謂的退不退場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來說 還沒有說真的就是完全去討論說是否退場 雖然說現在好像大家都看到說好像王金平有這樣的一個善意了 不過其實我們在解讀上面當然還是說有兩個問題要考慮 第一個是說王金平他講的事實上是說先立法再協商 也就是說不立法之前不協商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在立法院現在的生態的話就是說 大概以服貿這個事情已經卡成這個樣子 不協商大概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其實王金平這句話當然往好處講可以說 他事實上是呼應了先立法再審查 但是國民黨也有可能如果說很強硬的話 他也有可能說那他就不要管協商 直接來權力表決或是用怎麼樣的方式就是強行審查 而且現在服貿協議這個東西 他現在在立法院當中是一個很微妙的存在 就是說在國民黨的認知當中 他覺得張慶忠那樣已經給他送出去了 好他應該已經是初委了 可是在民進黨這邊像陳其邁這邊來說 他認為他還要持續審這個服貿啊 所以他應該是還沒有初委才對 那如果說以看那個立法院的議事錄來講 在那個立法公報那邊 3月17號那天記載是現場一片混亂 所以顯然的對於立法院的議事人員這邊的 官方的想法來講 也不認為說3月17號那天張慶忠就是讓他出委了 但是不管怎麼說服貿現在都是一個很微妙的一個 模糊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不用再討論了 因為張慶忠自己都道歉了 而且現場一片混亂 你要知道在立法院做議事錄的這些人 長期在藍綠的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們有一套自己的生存之道 他一定要站在很秉公處理的 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條線 不然他怎麼活啊 那每天這樣子藍的做頭 綠的做頭的時候互相這樣子 尤其是這個服貿這一次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 所以那個叫現場一片混亂 因為他就是真的沒有聽到 你知道多少藍委去做議事錄的說 你到底他說我真的沒有聽到 我就是不能 那個主力還被調職的 因為就是沒有嘛 而且張慶忠以為自己已經進行道歉 所以這怎麼可能已經復委了 沒有啊 所以說回來來說 他就是大概以這一點來說 王金平他其實是留了一個畫柄 但他又不明白的直接講說 就是要先立法再審查 他也沒有明白這樣講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提了說是 會要讓這個兩岸監督機制法制化 但他也沒有說 先立法到底是立的是什麼法 因為現在像有行政員的版本 那像有民間版本 其實在立法院當中有9個以上的版本 因為在更之前其實就像 尤美瑞或者是說 其他各個委員有提過各種的版本 所以王金平也沒有提 到底他想的先立法再協商的這個立法 是立什麼法 那這可能就有變數 這其實也是我們在考慮說 不能完全 你原來講說不是先立法 這個立法是一定要的 可是不是要根據哪一個草案 應該是這個意思 不曉得立出來是哪一個版本 不曉得要是哪一個 討論哪一個草案 不過這個最終 王金平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對 因為你要刪讀要在院會通過 你還是要 你還是要 快可以很快 你還是要王金平最後敲槌 對 沒錯 剛剛就講說 怎麼處理王金平這個事情 馬英九要想 因為最終敲槌的是誰 王金平 而且是他主持院會 我自己講我講了說 先立法再協商 那就表示要先立法這個事情 我已經講了嘛 就糟糕全世界 就表示說我一定要先完成這個事情 所以他一定要主持院會然後敲槌 如果王金平不在 那就是 國民黨就可以亂搞 所以剛剛律師講到說要處理王金平 很可怕 處理王金平是用黨紀的這種招 我覺得他不會再用法律戰 對 你現在講很可怕 王金平如果跌倒都是國民黨害的 王金平不能試試的話 既然講到這裡我就透露一個秘心 上個禮拜王院長的確有接到 生命安全的威脅 所以他的隨護建議他不要有公開信誠 這樣 對 真的假的 在禮拜天出現的前兩三天 連晃 這是新聞頭條囉 這是真的 有啦 有啦 因為是很親近王院長的 就是那個時候學生領袖都收到了 恐嚇威脅的那一段時間 其實王金平也收到了 可是你看已經嚴重到隨護 他是國會領袖 而且他是有隨護的 已經嚴重到隨護建議他不要有公開信誠 沒有啦 所以顯然這個威脅來的地方 是 就是他們警方專業的判斷 至少隨護的專業判斷 是認為說這個威脅 是不是惡作劇的 是有可能性的 不是 國會領袖 是受國家的一個保護的 那這件事情怎麼可以不查 有 現在再查 現在再查就到底這個威脅恐嚇 是來自於何方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馬英九其實是不贊成 因為馬英九主張的是 監督機制跟福茂是並行審查 對不對 所以福茂不納進這個監督機制裡 對 國民黨昨天開記 昨天還是一樣主張並行 換句話說整個國民黨加馬英九 其實完全不贊成王金平這種做法 黃玉琦其實在上個禮拜五 曾經說過福茂可以納進監督機制 我覺得她說溜嘴 她說溜嘴了 有可能 但是黃玉琦曾經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也代表了 馬英九他也 他其實也可以接受這樣立場 那為什麼到底 那他可以接受這樣立場 就出來宣佈就好啦 那為什麼黃金平講完話之後 他還要再叫費洪彈他們去做 但是今天早上的公聽會 像黃玉琦都還進不了那個公聽會裡頭 那都是國民黨立委都還在全力 還在杯葛 那今天早上公聽會 最主要就是說 針對這個兩岸監督機制的法制化 那是陳其邁主持的啦 然後他召開的 所以要不要有這個 大家怎麼討論 結果國民黨立委在現場 就是光就程序發言 像吳玉琛他們幾位立法合員 就是在那邊全力主持 那聽說黃玉琦還在外面罰讚啦 對啊 所以都還是這樣 那如果說照剛剛 陳大哥講這樣的話 那他應該就讓他進去 那國民黨就不要主持了 而且就不要讓黃金平宣佈嘛 所以他滿久宣佈不是加分更多 因為今天我其實有仔細看就是 府院黨總統府是說 要還是堅持並行審查 對 行政會馬上也出來發聲明說 要並行審查 今天的國民黨也出來說 不贊成黃金平那個 要並行審查 換句話說 現在所有的男的 都只剩王金平一個人 還沒這樣反調而已 所以要做的就是什麼 處理王金平 把王金平處理掉就好了 對不對 處理王金平不是他敲槌 不是他主持的院會 但是就改過了嘛 對不對 但是你說真的 真的如果說他中愛民國 那些人說得好 怎麼可以讓他敲槌 沒有 我不敢說 沒有 會不會有這種 所謂暗殺流血的事件 沒有 我們不一定說得那麼嚴重 我的想法就是說 有時候都會用技術性杯葛 譬如說某一天塞車不讓王金平 沒有辦法到立法院去上班 不會啦 他們家自己歡迎這麼近 不要說 那個行李 行李 行李 我讓你請一個位置 最好這樣 那天就剛才塞一支 那天就剛才塞一支 塞車車剛才在那夠中 那天就剛才一台外車在那裡 你修理處 你出歐頭車 你來車就搬起你 找沒有人要來塞你 你不記得王運長以前是網球國手 他拿得很好的 他被關在那裡 就像烏克蘭 你知道以前烏克蘭的那個反對黨 也曾經被嚇毒啊 那個帥哥你記得嗎 那不可以說啦 那真的不會這樣 那個 那台灣就是動亂了 對 沒錯 套一句好民意的話 昨天記者在問他說 那如果國民黨承諾了 後來又撕毀承諾怎麼辦 好民意說現在又不是228 如果國民黨敢這樣搞 那會得到更大的民意的反對嗎 沒錯 沒錯 來 我們先休息就好 那今天這樣 你都回去保留你們的生命 才會流出來 對啦 來 黃國大部分出來 對 超過五十五歲 好 問一下王熙 藝文界說差不多了 可以光榮 畫下句點了 那你們怎麼看 就是我們剛剛說 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做真正去討論說 什麼叫做退場 因為其實到現在來說 就像王建民 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昨天有王建民這樣子 出來的溫情喊話 應該算是可以結束了 可是其實馬上像 我們在議場當中 還是有發布 我們還是有三條路線 要繼續堅持下去 那像說 我們覺得這整個國家到現在 其實也不只是議場內的學生 可能是所有很多人 都有這樣一致的感受 所以像週六的時候 週日的時候 這個週末就是 開啟了這個人民議會 先是審兩岸監督條例 再到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是直接開了一個公民憲政會 公民憲政會 公民憲政會我們在議場外面 就是濟南路跟青島這邊兩邊 其實各個大概都有四五百個人 那好像鄭大哥也在現場有看到 因為我昨天也去拿這一張啊 我覺得那個手勢好複雜喔 剛剛王毅要給我 我說我要有 我昨天有去啊 對... 那個默默支持 我昨天下午也有在濟南路那邊 那其實我們在現場就是說 在禮拜六的那一個人民議會 我們是針對兩岸監督條例 那那個時候是用一個小組討論 那其實我分到好像二十幾組去了 那在禮拜天的這個 公民憲政會議的時候 我們是採取一個就是說 大家一起來討論 有點像是美國那個時候 占領華爾街那種方式 所以因為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個要有一些手勢啊 所以說像這邊這一張就是一個 就是集中手勢的一種說法這樣子 對那其中像比較一個 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像我們有很多程序上面的事情 那在這裡頭啊 很多贊成大家可能都會說 有的人要舉手 舉手有時候會以為是 要發言還是什麼 會搞不清楚 像這邊贊成就很簡單 就只要手在這邊比就好了 贊成師 對就是大家兩隻手就是這樣子比 這是贊成 這是贊成 他如果反對就是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就是放在下面 胸口的位置 對對對 不太確定的是